你敢想象吗 一个可以陪你聊天的可爱狗 背后却是一个抠脚大汉在操控 就在刚刚 大山在得知虚拟世界并没有想象中的美好后 毅然决然地向着数据激流走去 想要通过那里回到现实世界 克服小美之道后大惊失色 因为每一个虚拟世界的用户都是她的业绩 小美连忙带上烟影机 在大山到达之前阻止了她 并竭尽全力劝导大山 大山被小美的真诚所打动 放弃了之前的想法 看到大山回心转意 小美这才松了口气 因为大山的自杀行为 她被系统强制接受宠物疗法 牛羊猪狗随便挑 就在她无从下手时 卢克直接把自己刚用完的金毛硬塞给她 就在大山悠哉地撸着狗子时 狗子竟突然开口讲话了 即便是虚拟世界 突然来这么一下子 大山也吓得差点原地螺旋爆炸 缓过神后这才知道 原来是背后有心理咨询师在操控宗 他告诉大山 要和虚拟世界里的人多多勾 这样才会丰富自己的生活 说完地给他一个笔记本 让大山今天最少认识五个人 并且记录下来他们的聊天内容 虽然摸不清头脑 但大山还是照做了 刚出门就遇到一个熊孩子躲在角落里 他刚要上前打招呼 怎料远处一个NPC看到后 风一般地向着他们冲来 随后一人一NPC扭打在一起 看得大山有点懵 连忙呼叫小美帮忙 小美却告诉他 熊孩子已经死去多年 为了不无聊 他把自己的人生设置成了游戏模式 大山刚准备回家 就在门口遇到一老头 于是他主动上前交流 老头叫汉克 生前拥有庞大的商业地固 身价至少600亿 在得知大山是一名程序员后 便问他开发的软件叫什么名字 可大山想来想去 却怎么也想不起来 自己开发的软件叫什么 汉克神秘一笑 断定大山是被谋杀的 大山不相信 争辩自己是死于车祸 听汉克这么一说 大山也觉得自己的死有蹊跷 与此同时 废弃车厂内 一个胖女人启动了 大山汽车内的AI 小青和新看 小青到家 小青把 小青带阜 小青带店